吉利汽车这两年的发展非常不错 也有很多让大众喜爱的车型 其中就包括D豪 D豪一直以来都以高性价比赢得诸多消费者的喜爱 有朋友最近想买一辆车 周围很多人都跟他推荐D豪 本来都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买了 结果在去CS店的路上碰见了一辆神车 瞬间被他吸引 这款车比卡罗拉还要省油 比捷达还要皮实 更重要的是它的售价仅4.99万 你知道是什么车吗 这款车就是郡派A50 它的颜值绝对算高的 车前部采用了倒贴型三横幅镀刻格栅 并且搭配一体化的LED 看起来非常的犀利 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朋友的眼球 在内饰方面 这款车走的是黑色与银色相结合的色彩风格 很多地方都有镀刻色调 看起来非常的高端 这款车也采用了大的液晶控制屏 搭配了很多实体按键 既有科技感又十分的方便 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采用的是1.5升加5MT的动力总成 最大的功率达到113马力 虽然动力系统不是很强大 但是非常的省优 一公里的耗优只有不到三毛钱 经济效益绝对出色 更重要的是 这款车看起来非常的平实 让人驾驶起来非常有安全感 当然 这款车还是有着一些不足之处的 毕竟它的价格太便宜了 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 车内部的塑料感比较强烈 很多追求金属质感的人 可能不会太满意 这款车与D豪相比 配置方面完全不输 价格还非常便宜 绝对是手头前紧张的人的首选 虽然现在D豪的销量非常高 但是 这主要是凭借着吉利的品牌召唤力 小编相信 如果这款车好好宣传一下 它的销量 绝对不会落后于D豪系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